喝口茶 你吃什么枸鸡啊 小孩在吃枸鸡 我不是没吃过 你没吃过吗 不吃过 走兄弟们又得干过去了 各位大哥们 这个又来的 抓甲鱼的 上次看到我 粉丝朋友买了一只4斤的甲鱼 然后昨天又有个 粉丝朋友 再帮我买一只甲鱼 然后他想要了个柿子 来个10斤柿子 刚刚他又发信息给我 他说来个4斤的 昨天说来3斤的现在是4斤的 大一点的看下好不好吃 看下味道怎么样 今天先去搞一下 还有好多人问我 他说这个甲鱼啊什么品种 在评论区真的是面红而吃的 那我也不知道品种 我得问一下老板 他现在这个品种啥品种哈 你呢 在搞这4斤呢 4斤啊 看这这 4斤啊 这是4斤 4斤8两 4斤8两 会不会重呢 去点皮4斤半老板 你没有差不多4斤的 你没有差不多4斤的 就那只大一点 我来问一下4斤8两 他要不要 跟你说要去皮吧 一两个皮 这皮肤颜色都变了 这里甲鱼的皮肤都变了 变成颜色 哇 好有力啊 哇 今天天气好 这个血红血红的 确实鸡脏 爪子 挺老的 怕得不疯 老板你那个鹅卖不卖呀 啊 啊 啊 几年的 会生鹅大 两年的鹅 多少钱一斤啊 甲鱼钻好了哈 兄弟们哈 这个也问了 你别吵 这是中华鳖啊 不是那么珍珠鳖啊 然后这个有没有年限的话 年速的话呢 这个我也不去讲 这个甲鱼的话呢 因为在这里养了挺久的 我们也不是说第一天第二天认识的哈 以前就认识啊 这个甲鱼质量确实还可以 这个包括周边的人吃过的啊 我们自己也吃过知道吧 现在帮这个大哥摘点柿子 然后上次看到我摘点柿子 他说他小孩非常喜欢吃啊 然后问我多少钱一斤 这个我就 我说算了钱就不要了哈 这个甲鱼也好 我也没挣一分钱 这个都是原价啊 这个八十块钱一斤 好多人问这个甲鱼多少钱一斤哈 八十兄弟们八十一斤哈 然后快递费都是他自己出 包括这个柿子也自己出 我完整的话呢就 猜个视频吧哈 兄弟们 往那摘一下 身轻如燕 来拉桶过来 哎呀要不你炸毒你上来啊 滚 滚 又要我滚 做三雕又开始上线了 这个就帮他摘了个不熟的哈 摘硬的 你快点发几天 怕他这个会烂 丁庄 快点这个熟了快来吃 快来吃 快来 快来 快点 好多都熟了 好多都熟了 来提着 挺着啊 放啊 嗯 够了哈 兄弟们 这个不止十斤了 呃 那个树勺上的那个那个那个 顶上面的哈 都基本上熟了 捏一下就软捏一下就软 这个寄出去的 不能寄来熟的 寄来熟的就完蛋了哈 要把那个生的摘得给寄 差不多 这个估计要发 你可能要发顺风普快哈 不能发那个快递 那快递估计 等一下 扯的不烂掉 走先回家 把它打个包再说 挑一下哈 把这个没熟的放进去 熟了的就自己吃 因为这个没熟的 寄过去刚好就熟了 还要还要放到那个 自己家估计呜呜一下 才能熟哈 呜呜一下 有个词语叫吹熟 大哥 我就选呜一下 呜一下 我说水来了 给你吃这个熟的 想到是吧 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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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的 就熟了 我摘下来然后搞的 这不是野的吧 这不是人工种的吧 是野的 野的这么大 别人种的没管你才就是要野的 这就是野的 你原来种的这么大 没看到吗 那我的野的怎么那么小 山上野的 这个是下面野的 野的 这个是本来一点 去年有摘过好甜 哇 哇 你们改善一下我吃 这不是我们鱼汤的好吃 你们鱼汤有这么大的 我跟你讲我生吃鱼汤 生吃是吧 一碗给你生吃 什么的美 越来越看像我们鱼汤那边的 我写的名字呢 我做记号的我看一下 确实是个质 拿出去 这边大石头 这边小石头 柿子就搞这么多 我也没撑 应该有个六七斤七八斤 发顺风 发太多了 太贵了 兄弟 然后再把你看一下甲鱼 你也看一下自己的特征 咱不要说掉包就行了 这里有点擦伤 这个东西都没事的 有点擦伤 你别动它咬到了 我跟你讲 你咬到了痛的 手指都弄掉 我跟你讲 这边有点带黄 带点黄 看一下 吃是挺好吃的 这个吃不起 我们 等一下快递过来了 兄弟们 就这样了 拜拜